我們主要是九段影片 那其中的話當然主要重點 不外乎就是這個 如果你要做一些多範圍的複製 或這個資料的部分的話 上個禮拜我們主要是利用那個問題05這個範例 那比如說我今天呢 希望呢針對什麼 針對這個業務人員 做這個分類好了 資料的分類 那當然分類的方法不外乎就是怎麼樣 把裡面不重複的資料先產生 那產生完之後的話呢 再利用它每一個業務的人員 把他們的個別的資料分別放在他們自己的工作表裡面 OK 那當然第一個步驟我們是怎麼樣 直接把這個範圍呢 放在這邊做移除重複 那移除重複的話 當然你也可以寫對應的程式嘛 那個range裡面有移除重複的話就是什麼 一個方法叫什麼 remove什麼 duplicate 有沒有 它就會自動幫我把它remove掉 OK 然後其他的話呢 再針對個別的部分做一個篩選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上個禮拜 另外的話我有講到有關 那個像如果你假設那個範圍假設呢 以後的話只要指向某一個位置 它如果你將來這個範圍會變動的話 可能會增加列或者增加欄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用current region 這個其實還滿方便 那一般我主要是指向其中一個儲存格 一般習慣是放A1 這個A1 Range A1點current region 它就會自動幫我 其實有點像Ctrl向右向下 自動幫我把它整個選起來 OK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將來把這個範圍 就不會是固定的 其實這個current region 滿好用的 因為它是一個活的範圍 以後如果你增加或減少 它會自動去 去調整 OK 這個部分的話其實還滿好用的 那裡面的話可以針對它做什麼 相關的 比如說我想要把這個資料 看把它放到有沒有 另外工作表 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結合 在上上禮拜講的新增工作表 add的一個工作表到最後 sheet.com有沒有 sheet.com ok 然後再把它重新命名 名稱的話就根據哪個名稱 根據我們移除重複之後這個名稱 有沒有 然後把資料 再來的話就利用什麼 autofilter篩選 篩選有沒有 記得吧 篩選 篩選實際上 在VBA裡面就是一行 就是autofilter 有沒有 然後篩選的話 把那個菜頭的部分留下來 有沒有 然後再把這個範圍的資料 幫我copy 點copy到這邊來 call完之後的話 再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直到沒有為止的話 那就是再把它恢復 大概這個是上個禮拜我們講的 其他的話當然 這應該是上上禮拜講的 上禮拜主要我們就單次查詢 p次查詢改成單次查詢 然後這邊的話可以再加一個關鍵字 比如說你要查的 關鍵字部分的話 比較重要的部分就是那個前後要加星號 有沒有 要必須在你的變數前後 但是星號的前面 前面的星號前面有個等於 也就是你要把那個X串在中間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 這個 如果你 這個 打錯了沒辦法 雲丹白板上面其實也有 另外的話還有房呆相關的 123 最後的話呢 有一個再講到這個比較 重要 但是其實有點難度 就是說呢 比如說你要單次查詢 比如說行業務啦 或者是其他 像什麼 除了業務之外 假設我要再查產業別 查產品 只要文字的 像客戶名稱的話 像這些欄位 假如你要重寫 當然很多程式是重複一模一樣的 所以如果你將來希望 那些程式重複的地方 還不用再重寫 那你就必須要學會 一種所謂的那個 共用SUB的一種寫法 那所謂的共用SUB 將來 你去call那個SUB 但是你必須 那個SUB是共用的 所以後面必須要傳遞 所謂的參數 那參數的話 我們傳兩個 因為所有的程式裡面 就只有兩個地方不一樣 一個什麼 一個是它的名稱 一個是它的哪一欄 就兩個 兩個不一樣 然後你就把它 產生一個SUB 叫呼叫它 就可以跟大家共用了 那這個部分的程式的話 基本上在 應該在雲端 雲端白板上面 你們可以稍微找一下 這個地方在這裡 在雲端白板第7頁 OK 第7頁的部分的話 有沒有 就這個啦 這個SUB 那其實我們本來要篩選業務 那我把業務兩個是刪掉 那後面本來是一個刮符 並沒有任何的 什麼 參數 那我如果以後要讓人家呼叫的話 你必須要在刮符裡面 給它你要傳遞的參數 那傳過來的話 這個就名稱 名稱過來 就是把它換 因為請輸入什麼 業務名稱 請輸入產業別名稱 有沒有 那這個部分不一樣 另外呢 還有呢 它AutoFilter Filter篩選 要查詢的欄不一樣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這邊會給一個數字 比如說我要查的是 業務的話 業務在第三欄 所以那邊是3 對不對 產業別是4 所以你可以透過傳遞參數 變動裡面的這個程式 有沒有 這兩個地方變動而已 其他都一樣 那這樣的話呢 有一個好處啦 你不用寫重複的東西 那當然理論上 也就不用去維護 重複的程式了 比如說以後的話 那你假設很多地方要 程式假如有修改的話 你就不需要說 像以前如果寫了很多段 那每個每個都要再去做維護 那當然呢 很麻煩 而且很容易寫錯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還是主要上個禮拜的一些重點 那其他的話當然 除了單一個條件篩選之外 底下還有啦 其實部分我想請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自己再嘗試看看 比如說你假設 你要做多重篩選 比如說我要查的不是只有一個業務 我要查兩個 比如說一個或第二個 比如說我要查什麼小咪或英雄 OK 或者是小咪或老王之類的 那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再多一個input 本來是一個x 你可以多一個y 請輸入那個什麼呢 第二個業務人員 然後呢 但是呢 你後面的criteria 這個autofilter這個後面有沒有 本來是給3啦 這個filt可以 這個冒號等於這個拿掉 如果你按照順序的話 這個前面的東西 冒號等於前面的東西 是可以拿掉 就是3 然後x 那operator 這個也可以拿掉 那你家輸入什麼 xl 偶爾 偶爾的話是或 OK 因為你的那個條件 第一個跟第二個是什麼樣的關係 是兩個都要出現呢 還是呢 只要出現一個就好了 OK 如果其中一個出現 比如說 小咪或英雄的話 那你就xlo 那如果你是要 兩個都要同時出現的話 那你就xlo 什麼呢 and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那最後的話可能會比較需要 然後修改的就點Name Name的部分的話我是 小咪 然後 and 英雄 把它串在其中 名稱的話 變成說它是兩個業務人員的名字 OK 其他的話還有像什麼 篩選產業表 等等 其他 還有像數字篩選 除了說我們可以篩選什麼 篩選那個 這個都是文字啦 有沒有 那如果你要篩選什麼 篩選它的總價 或者它的訂單 那個 等等的 像業績 預估等等的 OK 那當你郵標放上來篩選 你會發現 如果它這個裡面放的資料 是文字的話 你會發現 這邊會出現是文字篩選 那文字篩選的方法跟規則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完全不一樣 是等於 跟開始餘 跟包含 那如果你今天是什麼呢 是數字的話 你會發現這邊會出現什麼 數字篩選 然後後面的話呢 就沒有包含了 也沒有什麼開始與結束 有沒有 就會是把它當數字來看待 那另外的話你會發現 另外假設日期的話 日期的部分會有日期篩選 有沒有 有這麼多啦 當然喔 你想說老師 那這個很多很複雜 有些東西我假設不太會 不知道要怎麼下條件怎麼辦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啦 你就那個部分 你把它錄製聚集 就是你做那個動作 你把那個聚集錄下來 然後再把它補到那個程式裡面 其實也是一個方法 OK喔 所以如果有些地方你假設說 需要用到這個功能 但是我可能沒有教到的話 沒關係 你就是利用那個開發人員 把它錄製一下 然後看一下喔 那一段程式喔 那你在跟你的 我們現在的Autofilter 裡面到底有哪些地方不一樣 你就把它稍微修改一下 其實這個效果 我想應該還是可以做得出來的 底下有 再提供小所謂的數字篩選啦 或者日期篩選啦 比如說這邊是介餘 如果各位有時間的話 再把後面的部分 再稍微看一下 其他底下還有一些 這個補充啦 比如說如何排序 其實點Sort就可以啦 OK喔 排序 那再來的話 今天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要接著繼續來看 所以這邊的話 第五個單元 那今天的話 我們主軸就要放到這個 第六個單元 那第六個單元 其實跟 爬取網路資料 其實蠻有關係的 其實 當然目前喔 很多時候其實 都會 很多人都會直接 就是用Python來爬啦 但是喔 其實我覺得 有些地方喔 當然Python有它強大的地方 但是不見得喔 所有東西 都用Python來做都會有優勢喔 像有些地方我發現喔 其實用這個 用Python來做喔 程式並不會比較複雜 效率也不會比較差喔 但是有些我覺得 用Python來做喔 會相對比較恰當 比如說我們舉一些例子 像網路上喔 最常見的三種格式 像什麼呢 CSV 像XML 像Jetson好了 如果說我今天有一些資料喔 它是放在網路上面 比如說 像政府機關最多開放資料 所以如果你假設 Google那個開放資料的話 那當然呢 開放資料裡面喔 就會有一堆的這個 這個相關的資料 像政府機關 目前開放的資料 已經總共大概四萬多種吧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 你要查一下開放資料 基本上喔 很多東西其實都有喔 你可以這邊找到 政府的開放平台 那你會看到這個 全部的資料集喔 它就幫我把各個機關 然後呢 中央機關的有沒有 哇 各院喔 然後地方機關有沒有 地方機關的話呢 它沒有用牌序啦 不過你可以看得出來喔 哪些政府做最多啦 其實喔 有的時候從這數字 也可以看得出來 有沒有 哪些機關提供的開放資料最多呢 台中 兩千多種 新北市 三千多種 有沒有 那資源最多應該是 台北市吧 台北市提供 有 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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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反而比較少 台北市在這裡 台中 台北 台北的話呢 一千五 OK 反而你會發現喔 像新北三千 目前看起來好像最多喔 是 三千喔 OK 那 可見得喔 這個 它從這邊可以看出來喔 像積極度好像比較高一點點 可能跟 未來要選總統跟我們關係喔 OK喔 那後面的話呢 當然喔 還有一些主題啊 等等的 那不過呢 我覺得喔 如果我們以練習的角度來看 你們可以按照什麼 按照檔案的格式 那你可以看到喔 檔案格式裡面喔 其實用最多的還是CSV 有沒有 三萬兩千多種 四萬六千多種 裡面有三萬兩千 那當然 這樣的比例其實相當相當高喔 應該有六成以上啦 那其次的話是什麼 其次的話是XML 再其次的話是Json 其他的話就相對比較少 那你裡面當然還有什麼 Excel啦 Excel的格式 那因為CSV直接可以用Excel來開啦 所以其實喔 大家蠻喜歡用CSV 主要是因為喔 它這個資料格式喔 如果你沒有 你電腦沒有Excel 其實用其他軟體 基本上也都可以開了起來 沒有問題喔 所以呢 如果假設針對這些資料喔 我想要把它從 什麼啦 從政府機關幫我爬取下來的話 那這個地方喔 該怎麼做 那當然喔 我這邊提供給各位就是 主要的這三種 如何把它爬取下來的方法 OK喔 其實喔 順便可以比較一下 如果之前好像有同學 之前同學學過Python 順便可以比一下 兩者之間有什麼差異 這個時候你會知道 哪個地方用哪一個工具喔 去爬資料會相對的比較適合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呢 比如說我們舉個例子喔 像這邊的話呢 我在那個 有先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像這個啦 台北市喔 開放資料裡面有台北市 你們也可以在台北市找找 或者你也可以第二個 台北市的資料大平台 裡面找找看喔 有公有零售市場行情表 那這邊的話呢 我這邊已經有個連結 把它點擊進來 假如說呢 今天第一個 我希望呢 把這個台北市的 公有零售市場行情的資料 快速的把它抓下來的話 那我該怎麼樣把它抓取下來 那你會發現它點擊進來喔 它裡面大概會有一些說明啦 主要就是 它這邊有分成幾個欄位喔 總共有1、2、3、4、5個欄位 那這5個欄位喔 欸我還要怎麼把它爬下來 第一個啦 當然你要找到 這邊有顯示更多 這裡面的話 其實它倒也有點麻煩 為什麼 因為它顯示更多之後 它其實是怎麼樣 提供的資料好像有分不同的檔案喔 所以裡面的話 總共它把它分1、2、3、4、5、6、7個檔案 所以這邊的話會有7個 7個下載 那如果說我今天想要怎麼樣 把這個資料下載下來的話 當然你現在直接點選它的時候 它會直接就當作這一個 這個是1月1號到7月14號 那點擊之後的話 它就會跳一個 你要放哪裡 那如果說我今天把它放桌面好了 把它儲存一下 OK 這個就下載下來了 那當然還可以有第二個、第三個 然後一時類推 可是呢 如果我今天 我不要點擊下載的話 我希望直接幫我怎麼樣 我寫一個VBA程式吧 然後呢 我直接就去網路上抓下來 直接就抓到Excel的話 該怎麼做 因為你點下來 它會吃CSV嘛 那你直接把它點兩下 它還可以開 有沒有 不過它好像是去年的 這一年度的好像沒有耶 2020的 是舊的 所以去年資料 當然至少也是聊勝於無 裡面的話 總共有多少 24,474筆資料 OK 那裡面的話 第一個就是1月1號到7月14號 那裡面的話 當然就是有每個蔬菜 種類都是蔬菜吧 然後哪個市場 賣哪個品名 賣多少錢 那當然如果說想要快速的分析的話 其實喔 你最快的方法 其實用插入裡面 有一個樞紐分析表 比如想知道呢 知道什麼 知道哪一個市場 然後呢 哪一個品名 然後呢 它多少錢 那錢的部分的話 因為它數字會自動加重 所以我希望平均價格 你可以把值的欄位設定 改為什麼 改為平均值 就是每 就是這麼多 1月1號到7月14號 它的平均單價給我一下 OK 是針對每個個別的品名喔 那你會發現喔 這邊又出現了 有沒有這麼多 OK 如果說我只希望呢 留下那個輕蔥好了 那你可以什麼 留下那個輕蔥部分就好了 OK 那這邊的話就輕蔥 你可以把小數點 這個四十五路掉 再來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排序 資料裡面有個Z到A 應該是A到Z 哪一個地方最便宜 有沒有發現 馬上可以看出來 就是在1月1號到7月14號這一段期間 的平均價格 輕蔥的平均價格喔 最便宜的話喔 就在環南市場 33塊 最貴的話呢 就在市東 208塊 有沒有 甚至你後面呢 假設你要再畫個圖的話 這個總計如果不要 按右鍵 你可以把它移除掉 底下這個總計如果不要 也可以按右鍵把它移除掉 最後甚至你可以把它 做個視覺化的結果 樞紐分析圖嘛 有沒有 然後呢 也許你用個簡單的十條圖 按個確定 那這個圖呢 馬上就顯示出來 你可以很快的 針對那個輕蔥的價格 甚至這個 這個如果不要的話 這個叫圖力 這個圖力如果不要的話 甚至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讓它可以放在旁邊 OK 那就可以一目瞭然 有沒有 一個視覺化結果 其實很快就完成了 那請各位喔 先大家了解一下這個資料 那待會的話 我們主要是希望怎麼樣 他能不能快速的把什麼 把這個上面總共有7個檔案 看能不能快速的全部幫我一次 就要按個按鍵 或執行一個SUB 就自動幫我把7個 全部合併在一起 OK 然後再做後續的樞紐分析 畫面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OK